我跟他在电影里就是现实和精神世界的交互吧 他是笔下一个未完成的一个角色 他又是文善的一个镜像 作为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映射的话 算是第一次演吧 发力挺大的 还好是老胡啊 文善其实跟我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我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那个人 我在现场演着演着也会觉得很梦幻 我也想要有一个小影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小影能陪我聊聊天 前两次合作的时候 吴磊还未成年 我那一年二十三四岁嘛 嗯正好 我觉得四达也不够吧 不同年龄阶段的跨度 还没有说覆盖到我们整个人生嘛 优酷幸运化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磊 大家好我是胡哥 你那个服务能预约吗 殡仪馆不都是酷甜抹烂的吗 我是用文字送大家最后一程的人 你到底还能不能把我写出来 这个一句话很难讲完整 先是那个曹宝平老师跟我联系的 因为我之前并不认识嘉宁导演 曹老师呢当时跟我说 是他曾经的学生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希望我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看完以后 最直观的感受是 我非常希望能够成为电影中的一个人 就不一定是文善 也可能是他所接的案子中的某一个人 因为其实电影中的每一个人都给到我温暖的感觉 他作为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映射的话 其实还是算是第一次演吧 当时其实演之前还压力挺大的 就是还好是老胡啊 对吧 要是就是其他人其实也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挺有趣的吧 整个创作下来 感觉有时候在现场演着演着也会觉得很梦幻 不过的确我觉得小影这个角色太难演了 就完全找不到一个 你说支点也好 或者说一个心理依据也好 非常非常难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的创作的空间也很大 但是的确就是我们可能其他的角色在唯独剧本 或者说在拍摄之前 大家大概能够有一个想象的模样 但是唯独小影 我们是其实真的是边拍边讨论 然后还要看在画面里面 比方说我跟他之间的一个互动的效果 包括有那个绍金碎的加入以后 这个关系就变得更复杂了 就是这个现实和这个虚拟中间那道墙 他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跟他在电影里就是现实和精神世界的交互吧 其实文山跟小影的关系就像加音导演和文山的关系是一样的 他是他笔下一个未完成的一个角色 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他又是文山的一个镜像 很多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文山自我的一种纠结和矛盾 我一直觉得最后的那个小影的消失其实是文山自己跟自己的一种妥协 不是妥协就是和解和自强 算是吧 我觉得很有缘分吧 就这个角色包括这对角色和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很巧妙吧 这样对程关系整体演起来让我觉得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冒险 因为我的戏份全都是在那一个屋子里 所以感觉拍摄那段时间就很 每天都像打开了门就像进入一个奇幻空间一样 一个魔法屋一样 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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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会啊 这是必然会的事情啊 啊就这挺有趣的吧 然后而且这次的人物关系跟上次又不太一样了 就是觉得很有趣吧 呃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前两次合作的时候 我里还未成年 是 嗯当然因为第一次他才六岁嘛 那我记忆中就是我跟他的那个交集 就是那个抱在怀里的那张合影 那第二次拍蓝牙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呃 我们之间戏份非常多 平时在现场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 那那个时候其实他在文艺里还是一个少年 但这次就很不一样了 我觉得他已经呃完全变成一个成年人 虽然说很多时候还是会有 孩子气的一面 但是呃尤其我觉得是在专业上吧 在谈论工作的时候 包括在谈论他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都非常的成熟了 没有没有 我就有很多的机缘巧合让我获得这个奖项 看到剧本的时候我能够发现文善其实跟我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虽然这超出大家的想象啊 其实从我内在的那个我来说或者我的整个人的底色来说 我觉得还是很接近文善的 所以其实我我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要去做很大的改变和所谓的塑造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呃很难得是在开拍前有非常长将近半年的一段时间呃我和嘉音导演一直是以呃微信文字往来的方式在对人物和这个剧本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 所以其实真正的拍摄起来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顺畅 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事很难得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剧组 我们的主创 尤其是我们的摄影指导文操老师 就我觉得其实好多剧组里的人都是都是都是文善 所以在在那样的一个创作的环境里面 我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那个人 拍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也想要有一个小影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小影能陪我聊聊天 虽然其实它才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嘛 它是把脑脑脑子里咱们有时候纠结的一些事情 一些想法和一些潜台词它具象化出来了 但如果真的可以把这东西具象到自己的生活里 然后你可以跟它讨论然后有它的陪伴我觉得好像是件好事 这很佛系很很平和的一个剧组 就这很action都是那种很轻很轻的那种 然后就很安静吧 整个整个拍摄过程下就是很安静 我说的安静不是那种物理上的安静 而是那种心情上的安静 很安宁的很安心的就拍完了整个戏 然后甚至在拍完你在复盘的时候 你会觉得挺温暖的 因为我的戏份其实是有点间断性的在出现在每个小故事里面 会感觉就是要时刻去想着究竟那些人给文山带来了怎样的温暖 然后文山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温暖 然后这种双向的回馈它其实是有很多化学反应在这里面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小影是文山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渠道和方式吧 陪着文山走完这一段又一段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就是很安静很开心 我能够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但这个说法我觉得有一点过奖 因为的确其实从创作上来讲 我们要把一个文字所呈现的人物 要把它在影像上把它具象化 的确是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塑造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通过二度创作 然后演员和编剧之间和人物之间产生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化学反应吧 那可能我觉得不同的演员来塑造这个人物 他一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这个样子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我找到了他跟我的底色所特别相通和接近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我接近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那个坎 可能我给他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是生活的逻辑 因为其实我刚看剧本的时候 我比较在意的也就是首先是这个职业的真实性 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还有就是他怎么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 与外界格格不入的这么一个境遇里面能够生存下来 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所以我会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在很多生活细节的方面跟导演进行探讨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 因为就是站在不同的创作者的角度 他的重点可能会不同 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来说 他可能他的重点是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 还有就是可能是人物他背后所要表达的 或者说所包含的主题或者思想 但是从演员的角度来说 是我要把他变成一个更具象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 就怕在编译馆碰见手人 我以前是个编剧 你还会继续写吗 可要是我写不出来吗 我们也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普通吧 是吧 其实风大了猪都能飞上天 我不是无垒吧 我说我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时代的机遇 在很多人的关注下 我们变成了一个大家现在眼中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脱了这身衣服 我们又有什么两样的 甚至我们还不如别人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去破除吧 因为演员他作为工作人物 他就是会受到大家的关注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运气好 给了我们机会才给到了我们关注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角色给演好 剩余的普通也好 不普通也好 我觉得这交给观众去评判 可能大家眼里觉得我普通 觉得我不普通 但是我只希望大家觉得我的角色 觉得我的表演不普通就好了 其他的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吧 我可能是被小鹰改造的吧 至少文善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聊很久 很很 我那天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其实我有讲过 还有我接这个席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嘛 其实母亲的居士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还是有很很多影响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比方说 他的离开对我来说 有很留下很多的遗憾 甚至是内疚和自责 这些事情是没有 其实是没有机会再去弥补了 那文善对我来说 他其实是真的是对我有一些治愈的作用吧 他让我放下了一些事情 然后同时也可以去真实的去感受和面对 改变就是会更想跟自己和解吧 就其实每个人身体都会有自己就是不喜欢的部分 无论是性格还是内在外在 或者说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正在哪个人生阶段都会有自己不如意的地方 其实觉得好像学会跟自己和解 是件特别厉害的事情 就不管是放弃也好 还是接纳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你跟自己和解完这事之后 你还有其他的事 它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去成长和接受的过程 从人物关系来讲也好 还是从那个情绪变化来讲也好 都觉得特别感染我 也让我平凡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第一次跟舞里拍戏 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差不多 我那年二十二十三四岁吗 正好 所以 我觉得四搭也不够吧 对吧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的跨度 还没有说覆盖到我们整个人生吗 我觉得再大的是也大不过生死吧 我不能说我们看完这个电影 一定可以找到解压的方式 或者像喝了一碗心灵鸡汤一样 你就马上可以得到 得到人生的智慧 但是我觉得在你看过这个电影以后 在你看到大家能够坦然面对生死这件事情之后 我相信你会有一些感悟的 我同意 我同意 我的解压方式 就是 去野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然后我比较幸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就当你有一个就是 就是也不是主心物 就当你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还好就没那么多的烦恼 去野 小阴阴于野 小什么野 不好意思很冷很冷 小什么 小阴什么 小阴阴于野 啊行行行行行音梗了 我以前是个编曲 可是你现在不就是在写故事 我会写剧本来 你我就是人间 还在写就好了 你还会写去写 就就是你应该做的 就是你自己 结束了